HELLO 大家好,又是我漫画狗 欢迎又回来看波达凌3的攻略篇 在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赞个赞 分享影片,订阅我的频道,甚至按小铃铛 你们的支持,我会继续努力推出这些影片 不要说太多了,立刻看今集的攻略 来到雷克特拉城这个位置 我们也有一大堆隐藏要素去拿 我现在就给大家看看大地图,然后继续继续去拿 我们来到地图这里,拿第一个死亡小炒鸟 它的位置就在上面的蜃蜂,好像坐在那里看海 来到这个位置,我们要拿一个真虹电台 这个真虹电台比较复杂 大家应该要试多几次 我们接着黄色的提示到上面这个楼 然后我们看到对面楼是有黄色的提示 但我们怎么过去呢?很简单 但有时候可能未必那么准成 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跳到这个灯柱上面 在这个灯柱上面做一些坐牌跳过对面 我们就可以上到这个位置 我们也可以开到这个红色真虹电台 好,我们来到地图码头的这一边 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太风地龙盒子 就是在对面的 我们只要沿着货柜跳过去 那就很轻松可以拿到的了 下水也不用怕,最多扣血而已 就是这样 来到地图的这个位置 纯粹是一个街道的转角位 那这个位置 也有一个太风地龙的 这个... 好了,来到这里 我们看到这个以利族的印记 在这里 那我们要到下面 下一层才能够得到它 那为什么要到下一层呢? 其实在没有多远,走到后面 就是这个太风地龙补箱 不是,太风地龙的盒子旁边 有一条楼梯下去 在下面地底 沿着一条方向 向那个方向走 就会见到它了 在地图的这个位置 就会有一个零的暗杀名单 我们只要走进来 就会开始有敌人要我们打的了 只要打死了这里的敌人 就应该没问题了 这个就是我们要杀的名单 轻松 好了,来到这个大型的地铁站 我们只要到下一层 这个角落的位置 我们就会找到第一层 找到一个死亡小炒鸟 好了,来到这个地方 这个太风地龙盒子就在上面 我们斬上去 然后载这个冷气机槽走上去 这个冷气机槽走上去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冷气机槽 这个冷气机槽很难跳上去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上到来 咦,这个盒子在这里 啊,就可以拿到最后一个太风地龙盒子了 一拿到最后 一拿到最后 太风地龙的宝箱 这个位置就会出现了 就在这个位置 但我已经不时刻拿了 那我们马上去看看 在哪个位置 那位置呢 那位置呢 其实就是这里跳上去 其实我只要在上面下来 那这里走上去呢 那我们走到琴楼梯上到上面 那呢,就会到这里 就在这个货柱里面 就有这个太风地龙的盒子 那里的补箱在这里 好了 那今集的攻略片 就到这里了 如果觉得好看 请点赞 或者支持我 请追踪我这个频道 订阅我们 还有 按一下小铃铛 甚至分享给你的朋友 那你们的鼓励 就会让我支持 我会继续努力去拍些游戏影片 好了,下一集我们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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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